自从罗立成见到那个女人 就全满沦陷了 尽管她是别人的女人 也阻止不了罗立成的冲动 因为这个女人和自己女友完全不一样 在新鲜感的刺激下 她的变态行为便一发不可收拾 大家好 我是侦察院频道主播老黄瓜 接下来继续讲述今天的故事 李竹妹是酒店的领班 外形一般 但做的一手好菜 杨盈外貌娇好身材高挑 却生性懒散 对工作不怎么上心 是两个截然不同的女生类型 虽然她们性格不同 但却是非常要好的闺蜜 于是两人决定合租一整个公寓 自然而然的 李竹妹的男朋友罗立成 和杨盈的男朋友周围也陆续搬进来同住 就这样开启了四人 两对情侣的合租生活 这天李竹妹刚做完饭 身上一股油烟为刺鼻而来 男友罗立成 见状赶紧躲出去 正好撞见刚从浴室冲出来的杨盈 她身上充满着花香 穿着低胸的短裙 胸口呼之欲出 两条白皙的长腿 被堪堪遮住屁股的裙子露了出来 这让罗立成久久不能忘怀 趁着李竹妹还在厨房忙 她恨不得把眼珠子都粘在杨盈身上 露出猥琐的表情 还随带舔了舔干涩的嘴巴 就像野兽捕到猎物一样 饥饿难耐 杨盈看见罗立成那副想吃掉她的表情后 便嫌弃的往后退了退 瞪了罗立成一眼并呵斥她看什么看 让她走开 水至罗立成不仅没有退缩 反而色胆包天的将她的大手贴了上去 摩缩着杨盈的手 杨盈瞬间感觉浑身像是过了店一样轻轻一颤 瞪人的动作都显得那么勾人 要命的是李竹妹这时突然打开厨房门 出来的那一瞬间 两人迅速放开了手 假装没事人一样 而李竹竹内毫无察觉她俩的异常 还热情的招呼他们吃饭 不过那一下杨盈心里的激荡怎么也磨不灭 晚上 睡眠不好 搞得李竹妹心烦意乱 于是起身去厨房倒水喝 便听到隔壁杨盈的房间有床板吱吱咯咯响 喝完水 她忍不住站了会 好奇的转头朝门口瞥了一眼 那场面让李竹妹瞬间脸红 周围是体育生 宽阔的后背肌肉沾了汗水 比男朋友罗立成性感多了 正在卖力舞动着 隐隐约约可以看见下面藏着一缕雪白 还时不时的发出愉快的叫声 怕被他们发现 李竹妹便捏手捏脚的回到自己卧室 都怪杨盈卧室的门开了一个大缝 他在心里责怪他们做这事也不关锦门 回到房里 男朋友罗立成呼噜声也停了 看来是被他的开门关门声惊醒了 他便忍不住的抱怨了两句 罗立成却生气了吼 一天天的救他是多 别打扰自己睡觉 烦死了 转身继续睡自己的觉 李竹妹火冒三丈 气得浑身都在颤抖 因为太爱罗立成了 又不好发作 只好忍气吞声 此刻的他更加无法入睡 再想想杨盈发出那种叫声 简直是没天理了 自卑的他开始怀疑自己了 自己和杨盈差距是不是真的那么大 很快到端午节了 今天酒店入住率很高 李竹妹要忙到很晚 于是打电话告知男友会晚点回去 而杨盈这边正挽着周围的手臂 在小区的公园里溜达 可周围的手机却不合时宜的响了 几个球友说已经聚在体育馆 就等他过来打后卫了 他只能抱歉的跟杨盈说 今天回来晚点 让他自己先回去 杨盈撅着小嘴 有些生气 他知道周围就这点爱好 也就只能放他去了 回到闷热的房子 客厅里并未开空调 杨盈知道今天李竹妹不在家 可他房里灯亮着 该是罗力城在 房间李静悄悄的 不知道他在干嘛 杨盈心思一动 妩媚的一笑 便去浴室冲了个澡 屋里的罗力城听到门外开门的声音 并无听到聊天声 接着浴室传来水的哗哗声 他猜测就杨盈一人回来了 杨盈洗完澡出来 穿着一条居家的布裙子 皮肤容光焕发 来到李竹妹的房门敲了敲门 门开了 一股空调的凉气扑面而来 他轻声细语的问罗力城在干嘛 今天是端午 要不要喝点黄酒 吃点粽子 他妈妈前几日给他送来的 罗力城敏感的嗅觉 好像感觉到一个少女花草般的芳香 他顿时心情愉悦 很乐意的说好 便尾碎杨盈去了厨房 杨盈把酒拿到餐桌 从冰箱里拿出粽子放进微波炉里加热 他清洗了草莓 黄瓜 递给罗力城一一放进盘子 突然罗力城紧紧的抓住杨盈湿漉漉的手 把人拉进自己怀里 杨盈想要挣脱 却被他紧紧禁锢住 两个人几乎紧紧的贴在一起 罗力城的手顺着杨盈的脖梗滑过 动作十分暧昧 杨盈狠狠地瞪着他 有些恼怒地问他干什么 罗力城低沉地回答 他一直很喜欢杨盈 说着杨盈就感觉二人相贴的地方传来阵阵燥热 接着罗力城便搂着杨盈纤细的腰 朝他吻了过来 干柴烈火 一触即发 后来的日子 罗力城并没有在李竹那面前 表现得像个犯错的男朋友一样羞愧 他抱着一种冒险的侥幸心理 甚至在四人都在的公然场合 他的目光仍然离不开杨盈 罗力城在家的时间多了起来 说是为新项目启动好好策划方案 至于到底为了什么 他心里明白得很 罗力城推掉了往常那些可有可无的应酬 这个家里有他感到明朗的风景 下半年 李竹妹上下午班的时间也多了起来 周围参加了一个持久性的篮球联赛 经常是晚上还在打球 比赛结束后 球友们聚餐吃饭成了家常便饭 没个十二点不回家 这样 家里只剩下杨盈和罗力城两人 罗力城知道杨盈现在的生活状态 除了打着找工作的名义混日子 其实空虚无聊 看得出来他对周围也没有那么深的感情 罗力城几次试探杨盈的心意 投其所好 送口红 名牌包包 性感内衣之类的东西 看他没有拒绝 便公然动手动脚起来 反正有了第一次 越发大胆起来 李竹妹和周围不在 两人就像情侣一样 不再避嫌 打打闹闹 一男一女一个屋檐下 发生点什么 闭着眼睛可想而知 对杨盈来说 有两个男人供养着自己 日子反而过得比以前潇洒 和乐而不为 现在的杨盈一到周末 就奔赴各种活动 宴会 有钱了 就想着到处显摆 这些都是他在网上加的各种 什么本地青年男女联谊群 俱乐部 两个月过去 罗力城在杨盈身上花了不下五六万元 他倒是一点也不心疼 因为这些钱都是李竹妹的 他自己早就经济上捉襟见肘 那点小生意 这些年根本没赚多少钱 平时都靠李竹妹在接济着 这里一半房租 还是李竹妹一个人掏的 罗力城分文未出 平时开销更不用说 都是他在支付 可悲是 李竹妹跟罗力城谈了这么多年的恋爱 说起来 都没有收到过他一件像样的礼物 现在罗力城开口要钱的数额更大了 一次都是一二万 七七八八加起来 掏空了李竹妹十万的积蓄 可他竟还是没多想 这么多年过来了 李竹妹知道罗力城做生意不顺利 一直是他在养家 他是盼着他们有一天结婚的 可是李竹妹突然毫无征兆的失业了 原因是酒店老板的一个留学 回来的亲戚顶替了他的位置 他要不被下放到客房部当服务员 要不就自己辞职 要知道 李竹妹在这个岗位上兢兢业业干了五年 好不容易坐上主管的位置 现在每个月能拿八千到一万的薪水 如果去客房部当服务员 顶多只能拿三千元 他当然不甘心 当李竹妹和罗力城说这个消息后 罗力城不懈的鼓动他辞职 重新找工作 李竹妹日思夜想 服务员的岗位跟他预期太大了 如果去做江无边无际 便很小心辞了 可这下却断了他的输入来源 李竹妹以前的积蓄 最近被罗力城花得差不多了 得赶紧找份工作养家 可一时半会找不到合适的工作 李竹妹在家的时间也多了起来 因此罗力城曾跟杨盈私混的时间越来越少 他浑身难受 渐渐的对李竹妹多番挑剔 不是嫌弃他做的饭菜难吃 就说他整日拉着一张苦瓜脸 看了人心情糟糕 便催着李竹妹赶紧出去找工作 这天四人一起吃饭 罗力城突然摆起脸色 嫌弃菜太咸 吃了一口便吐出来 扔下碗筷不吃 当时周围正吃得津津有味 便替李竹妹说了几句 水质罗力城反而脾气来大了 杨盈名义上还被周围霸占着 他早就看这小子心里不爽 突然逞能地把桌子掀了 碗筷饭菜撒了一地 黄黄的汤汁灰溜溜地滚到桌角 移角 当即仨人一下傻眼 棱住了 周围冲罗力城怒吼 问他想干嘛 罗力城马上反应过来 说他爱干嘛就干嘛 周围管不着他 罗力城本就素养低 什么粗口都能报 周围说无缘无故开什么火 理解做错什么了 他对自己女人发火 算什么男人 周围不甘示弱 他一直以来对李竹妹这些日子 给他们做的饭菜感念在心 罗力城对周围说是不是就他算男人 他傻小子不知道他的女人早就是自己的人了 当时在火气上 罗力城突然口不择言地爆出了这句 可话已出口 想收回来不可能了 这种沉不住气的男人 怪不得做生意屡屡失败 当时杨颖脸色刷的一下全白了 周围一下被视猛了 随即也激怒了 问罗力城什么意思 说清楚 李竹妹遭受当头一棒 死死地盯着杨颖和罗力城的脸看 他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想从他们脸上确证事实 他不信这两人一直在自己眼皮底下 坐着不可告人的勾当 杨颖没脸再待下去 转身冲进房间 锁上了门 却突然呕吐不止 原来他已经怀孕了 他的月经没来半个多月了 前几日偷偷买了验孕棒 测了是两条杠 这个孩子是谁的 他心知肚明 现在他的肠子都毁清了 最近周围几乎都在外比赛 杨颖和罗力城那是做多了 有几次 罗力城怎么都不要用安全措施 这果真是怀上了 两个男人撕打了起来 罗力城当然不是周围的对手 三两下就被扳倒在地 拳头狠狠地揍在他脸上 这个不大的房间里 家具零碎用品噼里啪啦倒了一地 打完了 周围随即冲进房间 李竹妹眼疾手快地跟了进去 他们发现杨颖对着垃圾桶呕吐不止 刚才吃进去的饭菜还未来得及消化 伴着胃酸散发出阵阵恶臭 周围正要质问杨颖 可见他这样 强行压下怒火 李竹妹看了一眼便明了 前几天 他去到洗手间的垃圾桶 结果竟然发现了里面的根燕运棒 他就怀疑是杨颖怀孕了 他之前以为这是周围的孩子 可眼下这两人自曝丑事 这孩子指不定是谁的 李竹妹冷冷地说他怀孕了 周围刚遭受了女朋友出轨的打击 又受到他怀孕的打击 这个孩子不是自己的 周围清楚得很 最近他在打联赛 比赛完了就喝酒 回来骨头都快散架了 俩人压根就没同房过 就有过一次 也是做足了安全措施 李竹妹看到房间里最新款 价值两万的名牌包 还有杨颖娜那些花枝招展的衣服 一桌子的化妆品 他突然心里有撕裂般的难受 李竹妹全都明白了 一个没有工作的女人 活得这么活色生香 靠着两个男人加一个他在养着 他为罗立成掏空了多年的积蓄 当牛做马的 想不到是这样的结果 客厅里 罗立成趴在地上 两眼冒金花 嘴角都是血 他已经听到房间里的对话 杨颖居然怀孕了 他脑子里立马闪出的是 他不会对这个孩子负责 与他无关 李竹妹回到客厅 看到他养了多年的男人 像狗一样扑扶着爬起来 罗立成跟他要钱时 说尽好话 不想要踏实 多番挑剔 气质如履 背地里居然用他的血汗钱 给其他女人买奢侈品 想到这 李竹妹感到一阵心凉和气愤 窗外夜色渐渐昏暗 这个当初他们怀着兴奋心情 住进来的房子 如今是战乱后的一片狼藉 如同李竹妹现在的心情 全是苦味 李竹妹叫罗立成起来 他们把账算清楚 平日里 对男朋友有求必应 大气都不出一声的李竹妹 此刻挺直了腰板 毕竟在职场混了这么多年 他骨子里坚毅还是有的 罗立成问什么账 他这么图 自己看上他 算他福气 爱怎么着怎么着 要钱没有 罗立成这个贱男人 耍起无赖的嘴脸暴露无遗 李竹妹被气得发抖 周围冲了出来 他已经怒不可遏 狠狠地在把刚刚爬起来的 罗立成揍倒在地 说罗立成想赖账 看看他的拳头答应不答应 随后叫李竹妹 把罗立成欠他的钱 写个单子 看罗立成是不是敢不签字画鸭 李竹妹感激地朝周围点点头 此刻 被背叛的两人如亲姐弟一样联合起来 罗立成疼得呲牙咧嘴 害怕周围的铁拳头 乖乖地签了字 签完字 罗立成正要回房间收拾行李 周围快速挡在他前面 叫他留下证件 什么都不许拿 直接滚出大门 周围对李竹妹说留着罗立成的证件 拿着单子 不怕他不还钱 罗立成大气不敢出 灰溜溜地跑了 周围对李竹妹说晚上他也要走了 如果李姐不想待着这里 跟他一起走 李竹妹恩恩地点点头 周围什么话也没给杨盈留下 两人快速收拾了重要物品离开了 这个贪慕虚荣 索取无度的女人就由自取 就让他独自留下收拾这个烂摊子 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里 周围会全力帮助李竹妹要回她的钱 然后两人开始新的生活 阳光向上的人 在哪都能活得光明磊落 杨盈这边给罗立成打电话 让他负责 这个刚刚像落水狗一样的男人在电话里说 关自己什么事 他爱做手术就去做手术 别缠着自己 杨盈放声痛哭起来 以前罗立成拉他下水的一幕幕 他悔恨不已 人生所有的路都没有白走 眼下 他需要操心的是找个医院赶紧拿掉孩子再说 好了 本期故事到此结束 我是主播老黄瓜 如果你有什么想和我们说的 请在视频下面留言告诉我们吧